出乎人们意料的是 对辽宁经济有着突出贡献的安刚集团 忠实由辽和石化分公司等大企业 居然也榜上有名 此举在全省企业中引起强烈震动 那我们把这些重点污染的企业公之于众 就是要为全省的整治工作起到一个示范作用 那么这些重点污染企业的减排工作不能够实现 辽宁的减排工作就是一句空话了 置物工作我们一直在抓 但是离达标还有些距离 那么这次专家自己整顿以后 我们通下决心 付起一切代价 一定要把置物工作做好 公开通报后短短三个月里 环保部门就追征罚金三百多万元 追缴排污费三千六百多万元 32家重点污染企业有三家被关停 五家被停产 其他企业也加紧整治 像安刚集团就新增四千三百万元置物专项经费 并对炼钢高炉实施小区域循环改造 实现溢水多次利用 重拳置物不仅振兴了大企业 也让许多看到政府置物决心的中小企业深受触动 在锦州 德英集团投资三千万元新建的交化厂 就遇到排污不达标的情况 让负责人十分着急 我都没有想到 它这个污染程度确实很厉害 对周边的环境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 为了尽快达标 老田自掏腰包请来专家诊断 但结论却是 即使再上一套排污设备 效果也不乐观 最终老田只能决定 把刚刚运行三个月的交化厂 拆掉改建处运中心 现在一些企业就是进行内部生产 也能够主动与我们联系进行环平 以其减少污染 截至目前 辽宁已叫停142个污染项目 关停高耗能重污染企业52家 有关部门还设立2000万元的 节能专项资金 用于节能技术推广 奖励环保型企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昨天来到安徽 慰问奋战在抗洪救灾 一线的广大居民 13号上午 温家宝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回张玉等陪同下 一下飞机就冒雨赶往林泉县迎仙镇 温家宝十分惦念 受灾群众的生活状况 他走进临时搭建的帐篷里 拉住受灾村民的手 详细的询问有关情况 总理还特意问了大家的 饮用水的卫生消毒情况 随后温家宝来到医疗室 医生正在为八十多岁的安老太太看病 暴雨来临时 安老太太家里的人到外面打工去了 是村支书在房屋倒塌之前 把他背出来的 在了解了老人获救的惊险过程后 温总理说 老人家 你正在家 温家宝一再嘱咐当地的负责同志 当前最要紧的是 抓好三件事 一是饮水安全 二是防病治病 三是房屋修缮 被水浸泡的房屋 必须经过鉴定安全后 才能让群众住进去 富南县王家霸闸 素有淮河防汛风向标志称 7月10号 在淮河防汛处于关键时刻 就是在这里开闸蓄红的 简单地吃完午饭后 温家宝赶到了王家霸闸 他登上王家霸闸总空室 详细询问了泄红的有关情况 温家宝说 国家防总果断采取分红措施 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我们的人民很好 他们舍小家为大家 舍局部为大局 有秩序地执行了国家防总的命令 为上下游的安全做出了贡献 随后 温家宝看望了蓄红区内的群众 在王家霸镇的宝庄围 温家宝握着村民孟庆金的手说 为分红 你们按要求搬了出来 为国家做出了贡献 党和政府感谢你们 按照分续红的规定 对你们的损失要有补偿 这个一定对线 你们放心 我们不仅对线 而且给你们对高线 在李颖村留颖庄台 有群众48户 7年前温家宝曾来过这里 在村民郎秀芳的家里 村民们向总理念叨着7年的变化 免交农业税 粮食指补 免除学诈费 村民们日子好过了 抵抗灾害的能力也变强了 温家宝说 关键是这些政策 已经制度化 不会再变了 在淮河大地上 温总理看望了 奋战在抗洪一线的 安徽省武警总队的官兵 他勉励招搭官兵 为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做出新的贡献 13号晚八十 已经连续工作了 十来个小时的温家宝 不顾劳顿 主持召开了 淮河防汛抗洪救灾工作 座谈会 温家宝指出 目前全国的主训期 刚刚开始 必须做最困难的准备 他强调 要加强领导科学防洪 依法防洪 调动一切力量 发扬抗洪精神 做好今年防汛抗洪工作 淮河上游和淮南山区 昨天再降暴雨 淮河干流水位将再次上涨 国家防总紧急部署 迎战淮河第二次洪水 我现在是在淮河上游 王家霸炸 目前这里的水位 仍在继续回落 但是受到上游 大量降雨的影响 预计未来两天 这里的水位 仍有可能再次逼近 甚至超过29.3米的保证水位 根据预报 淮河流域未来几天 还有较强降雨过程 由于淮河堤防 已经长时间 受高水位洪水浸泡 沿线出险频率提高 防守难度进一步加大 这里是淮南市 花家湖朱家围大堤 今天这段大堤 紧急出现了塌方的险情 可以看到 这段长达75米的裂缝 将近有一米宽 当地的干部群众 和武警官兵 接到这一消息 紧急赶到堤上互堤强险 这段大堤保护着附近 一万多亩农田 和四千多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有关部门紧急运送 木桩 草垫 麻袋等 藏险物资 对塌方地段进行填补 花家湖所在的凤台县 是前段时间 安徽省降雨最为集中的地区 两天内降雨584毫米 花家湖的水面 现已接近霸顶 随时有慢堤破堤的危险 到记者发稿时 险情已基本得到控制 国家房总今天发出紧急通知 要求沿淮各地 坚决克服疲劳和麻痹思想 进一步加大寻低查显力度 提前做好安全转移工作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另据介绍 受局部强暴雨影响 长江中游滞流举张河 昨天发生超保证水位洪水 贵州 重庆 湖南 湖北等地 都遭受洪涝灾害 湖北京山县昨天陡降暴雨 由于洪水来势凶猛 许多群众被大水围困 当地展开了紧张的救援行动 上午11点左右 湖北京山县一家 钢化玻璃厂的生产车间 被大水浸泡 里面的电石和生石灰 发生化学反应着火 周边34名群众 当即被大火和洪水围困 京山县委先政府 紧急调运消防车冲锋州 火速抵达现场 经过武警消防官兵 三个多小时的奋力营救 下午2点20分 被围困的群众全部安全救出 与此同时 京山城区63名 来不及转移的群众 被困在一家市场里 情况万分危急 前去营救的民警 试图用绳索结成长队靠近 水太急了 太大了 人站不住 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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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警只好将三个轮胎 绑在一起顺水而下 随后又调来一艘木船 挨家挨户将他们全部救出 就在大家集中力量解救这些被困群众时 京山实验小学家属区也被大水淹没 最高水位达到1.6米 100多名教师和家属被困在屋内 群众立即开展自救 很快脱离的危险 目前 京山县大雨已经停息 洪水基本消退 相关部门正在进行灾区清理消毒 核堤排险加固工作 经过20年建设发展 我军陆军航空兵已具备多机型全天候大纵深的作战飞行保障能力 成为战备训练国防科研和执行各种极难险重任务的一支重要空中突击力量 这是几天险搭桥 实力雄厚的浩华公司提出与这家工厂合作建设东北地区最大的化工生产基地 浩华公司注入4000万元对职工进行补偿 解除职工与原厂的劳动关系 重新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 完成了企业的重组改制 根据国家和吉林省的有关政策 企业获得了税费返还3400万元 贷款贴息1400多万元 在多项优惠政策的扶持下 企业走出困境 建成当年就实现了十几年来的首次盈利 我们改制亮点的应该体现在我们重点的引进战略投资者 解决了这个企业的债务和人员问题 那么投资者来收购这样的来操作经营这个企业 那么就是没有了国有企业那些包袱 从2005年初开始 吉林省开始了全省国有企业的新一轮改革 各个部门合力攻坚采取多种手段筹措支付改革成本223亿元 全面推行机制转换 目前全省3228家国有企业完成了改制任务 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国有股本 有82%下降到36% 但随着改制后企业经营状况的好转 国有资产总量却增加了400多亿元 本台消息 经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 今年八一建军节在北京召开全军英雄模范代表大会 解放军总政治部近日发出通知 要求全军各级党委政治机关高度重视精心组织 认真做好代表临选推荐工作 确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这次全军英模代表大会 是继1950年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 和1987年全军英雄模范代表会之后的 又一次群英盛会 本台消息 明天出版的《求是》杂志将发表评论员文章 题目是 毫不动摇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学习胡锦涛总书记 6月25号在中央党校发表的重要讲话 文章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被实践证明了的 能够引领当代中国实现国家富强 民族振兴 人民幸福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学习胡锦涛总书记重要讲话 最根本的就是要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共同理想和坚定信念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继续解放思想 坚持改革开放 推动科学发展 促进社会和谐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受近日降雨影响 淮河干流再次发生超警戒洪水 王家坝水位止落回涨 目前沿淮三省正按照国家防总的紧急部署 加强预报调度 准备迎战可能再次出现的大洪水 受淮河上游新一轮强降水的影响 目前王家坝的水位已经停止回落 现在已每小时2.6厘米的速度上涨 目前已经超过警戒水位 达到了28.31米 面对新一轮即将到来的洪峰 那么目前猛蛙旭洪区仍然有5亿立方米的虚荣空间 为减轻下游河道防洪压力 今天上午10点40分 河南老王坡旭致洪区再次启用 安徽的萌蛙江唐湖行旭洪区 也已做好再次启用的准备 淮河沿县各处堤坝 经过洪水长时间的浸泡 更容易发生险情 今天下午淮河中游 淮南洛河湾行洪大堤发生溃堤 这里是安徽省淮南市洛河湾大堤 今天下午这里突然出现了管有险情 当地的武警官兵干部群众紧急上堤就险 但就在武警官兵赶往现场的途中 大地已经溃破 现在淮河干领的水正滚滚地涌向行洪区 洛河湾行洪区被动行洪 记者在现场看到 堤坝被洪水撕开了50米左右的大口子 守地人员已及时撤离 洛河湾位于淮南市东部 是已做好行洪准备的行洪区之一 早在7月10号下午 这里的居民已经全部撤离 所以此次破堤威胁不到居民的安全 在淮河下游 江苏局部地区的大道暴雨 对洪泽湖的汛情没有造成明显影响 连日来 四条形洪通道的全力鞋洪道 今天已经使洪泽湖的出湖总流量 比入湖总流量 最多的时候高出了接近2000个流量 洪泽湖的水位回落 在今天也首次超过了10厘米 而且还在缓慢回落 并没有出现新一轮的涨水 但是防汛却丝毫没有放松 在每个村我们都能看到这样一个牌子 寻敌查显都已经落实到了人头 国家防总 将现有核设施去功能化 六方会谈有关各方将向朝鲜提供 价值相当于100万吨重油的经济能源 及人道主义援助 其中首批援助为5万吨重油 巴基斯坦总理阿奇斯11号在总理府宣布 对红色清真寺采取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 清真寺里面的每个人都已出来 迄今没有发现有妇女和儿童丧生 阿奇斯表示 军方在发起进攻前 曾在清真寺的围墙上炸开许多大洞 以方便室内的人逃生 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 阿奇斯强调 政府不反对任何旨在促进和平与和谐的宗教学校 但有确凿证据表明 红色清真寺及其下属宗教学校 有非学生身份的人存在 且非法拥有武器 红色清真寺的所作所为 影响了伊斯兰堡居民的正常生活 也是对政府权威的挑战 鉴于人们对红色清真寺的行为越来越不满 政府才决定包围这个清真寺 英国一家法庭11号 以谋杀和阴谋实施爆炸袭击罪 判处参与2005年7月21号 伦敦交通系统未遂爆炸袭击案的 四名男子终身监禁 法官表示 这起未遂案件同当月7号发生在伦敦的连环爆炸案有关 都是受基地组织影响而实施的恐怖袭击 若得手将至少造成50人丧生数百人受伤 澳大利亚西海岸10号发现一只巨型乌贼的尸体重达250公斤 是迄今为止人们发现的最大的乌贼 经过提取组织化验 科学家认定这只乌贼就是著名的大王乌贼 这种世界最大的无脊椎动物最长可超10米 最重可达275公斤 通常生活在200米到700米的深海 靠吃鱼类和其他乌贼为生 一具约9000年前的幼年猛马尸体 最近在西伯利亚地区的动土层被发现 专家认为 这是迄今为止保存最为完整的猛马尸体 从外观看 它的眼睛没有损坏 体毛也依稀可见 具有极高研究价值 猛马为古哺乳动物 外形跟现代的大象相似 已于约1万年前灭绝 布鲁塞尔沿运河而建的人造海滩 将在13号再度出现在人们面前 这已经是布鲁塞尔市连续第5年 为枯鼠中的市民提供免费休闲场所 受巴塞罗那和巴黎人造海滩的启示 从5年前开始 每年夏季布鲁塞尔市政府都会在城市运河边 建造千米长的人造海滩 人造海滩不但为布鲁塞尔人提供了销下好去处 还创造出300多个就业岗位 并为布鲁塞尔每年带来40万到50万的外来游客 新华社消息 肯尼亚首都内罗币市政府11号宣布 从即日起在该市所有公共场所禁止吸烟 违者将被处以重金罚款或被捕入狱 各位观众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出完了 感谢您收看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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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